出生45年,归来仍是显眼包 什么叫老艺术家的从容啊 邓超的艺人体质,简直强的可怕 前几天的微博电影之夜 本来各家粉丝都摩拳擦掌 打算看看自家哥哥姐姐拿了什么奖项 谁知道刚一打开直播 就被负责开场的超哥吸引了 小节目那是一个接一个 跟回家的一样 刚跳完开场舞,就被喊话回到舞台 准备介绍优秀电影作品 台本掉了一地,比奏折还长 那场面尴尬的 看到黄博都把椅子上的漆抠掉了 博哥,我今天这么尴尬 你不上来救我吗 不是,这个椅子刚才这块漆 真是我就听着我抠下来的 确实是太尬了,你知道吧 结果呢,黄博在用场 邓超在射交 啊,这个在一握手的时候 突然看那个我们的 最后一枚超时 还是直接被保镖拖下台的 所有的电影人们让我们齐心协力 哎,好痛,真的好痛 颁奖的时候又被保镖架上来 绕场一周 要不说现在生活条件是好了 这还没到年底呢 咱就看这小品了 晚宽究竟还是嫁给了 世上最好笑的男人 要说邓超在颁奖年底上发疯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上影节开场舞 邓超再歌在舞 和舞蹈演员热情互动 愣是没注意到 自己的屁股都舞到心指雷脸上了 心指雷 你不要过来啊 去年华表奖 邓超更是像买票金场的一样 从走红毯开始 鲜眼包属性暴动无疑 其他明星走红毯 端庄大气 合照下台一气合成 邓超一上台 那就跟开演唱会一样 一路小跑 冲着周围观众就去了 鸡掌握手自拍 场子瞬间就热起来了 颁奖年礼 更是贴脸开大 现场演绎周迅经典表情包 好多人啊 好多人 欢迎沈腾 你过来啊 那要是欢迎大家过来的话 那还得是吴京啊 吴京在哪里 那一上春晚更是不得了啊 就跟那个选上台的 幸运观众一样 上蹿下跳 浑身上下 都透露着两个字 兴奋 对此 娘娘这一频道 邓超在春晚的表现 都已经收敛很多 确实 毕竟他平时跳舞是这样的 当年上我是歌手 做帮唱嘉宾的时候 直接反客为主 一句歌词 愣是能做出八百个假动作 我就说 AI代替不了人类吧 至少还代替不了邓超 他这个精神状态 真是太超前了 好想拥有他这种 不管在多大场合 都能放开的心态啊 唱歌 演戏 综艺 全方面发展 原来他才是 内娱的六边形战士 你们说 邓超是谁发明的呢 前段时间就突然掀起了 一股考古邓超的热潮 从 邓超 out 到 那真是 越考古越抽象 然而 人类对邓超的开发 还不足万分之一 他的搞笑 是从出生就注定了的 邓超出生于一个重组家庭 父母原本各自有孩子 而邓超属于超生 于是被启名邓超 因为父母都不好意思打对方的孩子 他小时候又格外调皮 所以从小挨了不少打 长大后参加艺考 为了应付考试 特地去学了一段舞蹈 寂静四座 考试都得挑那种 高雅的什么民族啊 或者大雷 可以大雷这种 学了一个那种 买pose 琴都要很长那种 这是以前的舞蹈 太灵类了吧 太灵类了吧 考试中戏之后 邓超才算是真正接触到了表演 遇上了命中注定的话剧 醉花爽酸菜 正式开启了 闲眼包的疯癫演义录 就这个钢管舞功底 之后还被他搬上了央视 邓超参加开奖了大跳钢管舞 还让萨贝宁当钢管 我寻思 这是中央电视台吧 我应该没看错节目吧 萨贝宁和邓超相遇 没有夺风 破案了 原来让邓超在冲碗 变成那样的罪魁祸首 就是萨贝宁 我要透露一个事情 那天我变成那样 跟小萨有什么关系 这个摄影机 后来什么都扫到他 他在下面 一直在那 所以我所有往右边的 很多事 是在跟他互动 但是邓超一直这么欢脱 就没有尴尬的时候吗 也是有的 特别是遇到杨阳的时候 还有谁不知道 邓超的另一个身份 杨阳老师明场面见证人 杨阳吃豆芽的时候 他在 杨阳摸恐怖箱的时候 他在 杨阳自拍的时候 他在 就在杨阳发微波吐槽 自己遇到恶狼的时候 他也在 汗流浃背了吧 超哥 是不是又脚趾抠别墅的感觉了 后来录制综艺的时候 邓超伪装成普通的出租车司机 因为用党号不熟练 车上装满摄像头 引起乘客怀疑 再不摘口罩 就要被直接送进警察局了 找不到吗 我的哥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刚开出租 是哪里的人啊 我呀 我是江系人 你来出去没做其他就直接开出租车 你们这个摄像头有点多哦 什么这个 123456个 你这个是自己装的吗 自己多装了两个 装两个做什么 今天第一天嘛 给自己留个影 我看呀 你吃过来呀 超哥 真的是邓超 当然 他更喜欢的还是让别人尴尬 好难玩听歌词猜歌名有些 李晨把相约酒吧听成了春迷 结果惨遭邓超嘲讽 可谁能想到啊 李晨只是被人嘲笑了一阵子 而邓超将会被人唠一辈子 要不怎么说后期工作人员都吐槽邓超难剪呢 他这个精神状态确实堪忧 谁最烦 世界上最懂邓超的人 就是你们剪辑师 邓超用脸表演放烟花 如果不是后面的特效 真的会以为他是在发跌 怎么办 我得了一种看见邓超就想笑的病 但是 就是这样一个抽象的综艺人 一旦回归老本行 变回演员 那整个人气场就不一样了 面相都变了 无论现在在大众眼中成为什么样的形象 他都能在下一部影视作品里 凭借自己的演技 展现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角色 还不让观众跳戏 就是这样的底气 让他能够在平时尽情的展示自己 成为一个综艺 支持演戏 多方面发展的绿编型战士 行了 那今天就来说到这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